黄毛闻了闻歌之窝,然后慵懒得伸了个懒腰 今天有两位美女找他购买二手车 这辆二手奔斯可不得了 当初场一年两个月,不仅里程数低,还没出过事故 就连价格也很美丽 经过黄毛的一番介绍,披肩直发美女有些心动 想要购买之前试驾一下 然而黄毛一听这话显得有些为难 他看出两个女人不懂车,便解释车行有规定 只有支付了定金的顾客才能试驾 两位美女听后相视一眼,欣然的同意了 然而付了钱以后,车子却打不着火,还没等黄毛上来湖州 直发美女就飞快地下了车 荒荡一声掀开引擎盖,发现有根线没有接好 就在黄毛面露男色时,短发波浪美女已经成功地启动了车子 原来这是二手车商惯用的伎仰 先用高档低价车吸引顾客到店 然后再以各种毛病推脱 最终以高价卖给不懂行的人一辆破烂二手车 黄毛万万没想到今天碰到了硬查 就在捣毁诈骗二手车商老巢的时候 直发美女一拳就把坐在角落里的男人当场给揍晕了 可破获重大案件的调查组没有得到记者们的青睐 这些人为了获取话题和流量 争先恐后地采访一个犯了法的不知名鲜肉明星 这时有一个没有几到位置的女记者注意到了调查组 可当听到是二手车诈骗案后控制不住的嫌弃 连采访的镜头都没有了 随手掏出一张名片让警方把材料发他邮箱就行 顺便给调查组拍了张照片应付了事 在做笔录的过程中 素希意外地发现抓错了人 对于这件事车浩然没有生气 反手递上了一打关于连环杀人的资料 凶手利用汽车犯案 当晚素希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 邻居风顺奶奶意外过世了 她的孙子真容还在读高三 本就困难的家庭更加的雪上加霜了 平复情绪后 父亲告诉素希 风顺奶奶昨晚是被车给撞死的 然而肇事者的生活也很艰难 年纪轻轻的还没有稳定的工作 刚才来过桑里抱着真容痛苦 就在这时 素希看到了一旁的浩然 于是礼貌性的上前打了个招呼 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来这 素希立即回到警局 开始翻看那叠厚厚的资料 原来风顺奶奶昨晚在剪止壳的时候 被身后突然出现的汽车给撞飞了出去 事故导致她当场死亡 肇事司机名叫小嫖 32岁 没有工作 两年前一共申请了五个汽车里赔血 于申请保险后的一年半内 供出了四次车祸 其中包括风顺奶奶 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 所有受害者均是附近没有陪伴的独居老奶奶 目前小嫖已经与三家进行了和解 每户的和解金约为300到500万韩元之间 但她从保险公司得到了一两千万韩元的理赔 小胖和美丽怀疑小嫖专挑老人下手 骗取巨额的理赔保险金 素希补充从案件详情来看 她已经算是蓄意谋杀了 组长老郑提醒 法院已经判小嫖缓刑了 想要翻案并不容易 再加上调查组只有最后一起案件的管辖权 所以还是先确认一下情况比较好 在搜查取证期间 连环撞人案中唯一的幸存者 她儿子见赵氏司机可怜 再加上案发现场没有监控 最终只拿到了400万韩元的赔偿金 奇怪的是 第一位案发死者的侄女 同样认为赵氏司机很可怜 没过一回 老郑和素希来到了第二位死者儿子的气修店 意外的看到了浩然也在 死者的儿子正一脸淡然讲述案件的细节 她认为母亲发生车祸不是件奇怪的事 毕竟那条路在太阳下山的时候 逆光会非常的严重 素希有些不明白 那么低的和解金为什么会同意 死者的儿子表示他也是司机 经常会有不注意的时候 所以能够理解当时小嫖的心情 镜头一转 老郑和素希约见了小嫖 问了他一些关于车祸的事 这人听后表现得非常痛苦 低下头连声道歉 一副极为真诚的模样 然而老郑却发现了一丝端倪 几人的对话 刚好被外面的浩然给听到了 晚上回到警局 小胖没有查到四起案件附近的监控视频 美丽告诉素希 所有肇事车辆都被小嫖申请了报废处理 并且都是便宜的二手车 也就是说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素希忽然想到了什么 扭头离开了警局 另外一边 浩然正在案发现场勘察情况 开车的这个人正是素希 他还没来得及道歉 浩然突然发现了事故不对劲的地方 案发当晚天气晴朗 再加上百油路的摩擦系数是0.8 小嫖的时速是78公里每小时 在撞人前三尺处踩了刹车 也就是说从轮胎痕迹偏移的起始位置看 他的意图并不是为了躲开死者 而是确保撞死风顺奶奶 故意绕开了挡在中间的垃圾车 素希认同浩然的推理 但依照目前的情况 想要拿出证据实在是太难了 浩然听后提醒他 小嫖在每次事故后 不出一个月就会重新购买二手车 随即将二手车饭的名片递了过来 素希接过来一看 好家伙这部前几天抓的黄毛一捂了 于是调查组立即让黄毛的老大进行了配复 老大为了将功底过 交代了小嫖购车时的详情 结果等待了几天 小嫖依旧没有动静 素希建议在他购买二手车室 安装监控和跟踪器 就算抓不到现行 也可以防止再有人遇害 没想到平时看似软弱的老郑 不仅答应甚至还愿意承担后悟 毕竟他才是调查组的组长 原来在约见小嫖那天 老郑意外发现 这人声味俱下后居然在笑 次日 小嫖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 他单方面通知老板下午会去拿车 然后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随即调查组叮嘱了一番老大 便趁着小嫖和他去签合同的间隙 在二手车的底部和踏板附近 安装了监控和定位装置 但这人平时开车异常的谨慎 跟车距离也非常的远 完全看不出是个会故意撞人的人 经过了几天的跟踪和走访调查 调查组发现小嫖总是接近一位81岁的女 毕州的时间同况了八次之多 再加上这人的情况 与第四位被害人风顺奶奶相符 所以老郑推断 小嫖的下个目标可能会是他 与此同时 小嫖炒人类必亏了很多钱 他想着再干一票填补亏空 然而却忽然想起和调查组见面的情形 猜测对方已经怀疑自己 于是就在网上搜索了调查组的相关资讯 恰好有一篇关于抓捕诈骗二手车犯的新闻 他这才恍然大悟 已经被警方盯上了 第二天 素希在跟踪小嫖时发现不对劲 于是立即拦住了他的车 然而车上下来的并不是小嫖 这人昨夜已经把车卖了 当晚小嫖将目标转嫁到了老大的头上 刚想开车撞死他时 浩然突然出现 被小嫖驾车撞的昏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对方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 保险公司调查理赔的调查员 小嫖心里这个气啊 难怪警察一直在调查自己 原来都是他在背后举报的 就在其想要杀人灭口时 素希突然出现 一招夺命剪刀狡辩将小嫖给制服了 很快人被带回了警局 然而他非但不承认故意撞人致死 甚至还挑衅警方 不该在自己的车上安装监控和定位 毕竟那可是违法行为 此事案件陷入到了僵局中 嫌犯发现了调查组违规 再加上手头上也没有直接证据 以及还没申请拘捕令 照这样下去 最多拘留小嫖48个小时 当晚 浩然在翻看公司理赔记录时 发现了一处可疑的疑点 第二天 保险经理恩静神秘兮兮的打听 是否在调查小嫖的案子 然后好心的提醒 有什么困难就找他 浩然见状是叹性的问 如果他掩盖这件事的真相 是否能拿到相关的好处 然而恩静立马换了负面孔 表示案子没问题 所以眼不掩盖都一样 另一边 苏西找到了购买小嫖汽车的车主 这人透露在交易那天 小嫖借他的手机打过一通电话 不过可惜的是记录被那人删除 下午小胖整理了小嫖近几天的行动轨迹 意外的发现他去过三家加油站 可疑的是在其中一家停留了15分钟以上 通常加满一箱油不会超过5分钟 也就是说这人肯定有别的什么目的 很快苏西带着小嫖的照片 找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确认 没想到工作人员的印象特别深 因为这人非常激动地向他借过手机 不过通话记录也被删除了 美丽猜测小嫖借手机打电话 应该是想隐瞒通话对方的身份 被他这么一提醒 苏西想到了小嫖打给保险公司的录音 也就是说小嫖有共犯 就在这时 苏西接到了浩然的电话 关于小嫖骗保 经理恩静删除了之前的李赔记录 苏西听后认为恩静就是小嫖的共犯 已经在追查那个神秘的通话记录 挂掉电话以后 浩然来到了第二位死者儿子的店里 原来他在保险李赔记录里查到 小嫖和死者的儿子早就认识 在去年的一起交通事故中 一个是肇事者 另一个是受害者 然而死者的儿子还想狡辩 浩然索性挑明 四名受害者中只有他是直系亲属 所以拿到了十亿含元的赔偿金 而经理恩静也参与了其中 他负责过小嫖第三起事故的理赔 但这人不可能为了五千万含元犯险 那么就剩下了一种可能 受害者家属承诺给他一笔巨额酬劳 死者的儿子听后瞬间就不淡定 与此同时 警方这边查到 与小嫖通话的人 正是第二起事故死者的儿子宋志万 此时的宋志万已经处于癫狂的状态 他坦白自己想开个店但是没钱 只有杀了母亲才能拿到保险金 那浩然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杀其他的老太太 宋志万的脑回路真的清奇 他觉得一开始就对女性动手 肯定会被警方怀疑 所以杀多几个转移注意力 这人越说越激动 超级不知名的助燃燃料 就往浩然的身上扑 然后边扑还边嘟呢 他早就为了这间店面买了保险 只要一把火点 就能得到两亿含元的赔偿金 理由也都想好了 就说是保险调查员上门逼问 两人起了冲突导致失火 然而关键时刻却找不到打火机在哪里了 浩然见状立即起身和这个不肖子牛打在了一起 结果这小子夺过火机丢在了地上 浩然反应及时躲过去 反倒是死者的儿子被大火给吞没了 好在调查组及时出现 这才就回了他的一条狗命 事后浩然掏出一根录音笔 交给了素希作为证据 至此连环撞人致死骗保案告破 小嫖当场认罪 帮凶恩静也被依法逮捕 然而罪大功臣浩然 却被公司以内部揭发者为由进行了辞退 而调查组因违反相关的流程 所长扣了他们三个月的薪水 时间一换来到了一年后 调查组组长老郑 霍格聘请了浩然加入 然而上任的第一天夜里 就遇到了见棘手的案子 隧道尽头突然出现鬼影 导致多辆汽车事故案 那么究竟是超自然现象 还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呢 司机坚称出事前看到了鬼魂 更加奇怪的是事故后不到五分钟 拖车公司就赶到了案发现场 然而浩然却嗅到了一丝一样 回到警局他翻阅了大半年的资料 查到过去的两个月里 警方接到四起报案 再加上对保险公司通报 总共有13起 其中有两人死亡 然而发生的地点都在三岔路口 组长老郑听后决定 先去询问事故的受害者 取回他们的行车记录仪 并做好走访调查 看有没有人见过鬼魂 三岔路口附近的伤犯老板娘记得 每次发生事故 拖车公司的警报就吵得他睡不着觉 由于太过频繁 他还把日期给记了下来 此外老板娘听说 三岔路口曾是一片无名的坟地 后来被征用为现在的路口 他怀疑一定是游魂作损 不然同一个地点 为什么总是发生车祸呢 另一边 浩然和美丽见了出事的司机 他非常确定 当晚看到的就是一个白衣女鬼 这个东西出现以后 车子自己挡了方向 最终撞到了路边 通过实地勘察 调查组发现三岔路口设计的有缺陷 就算是正常行驶也难免寡蹭 晚上回到警局 浩然建议仔细调查 三岔路口的状况 此外行车记录仪里的女鬼 肯定是人为 素希了解到 白色的衣服应该是丧服 可附近的殡仪馆都不用这个颜色 一股神秘的气氛 笼罩了整个调查组 老郑鼓励大家 无论是人还是鬼 已经有两位市民因此丧命了 所以不管怎样都必须调查清楚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浩然就跟着道路养护队 就三岔路口发生车祸的路段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结果显示水平位置的区率是2.12 较小的区率会提升车祸发生的几率 纵向斜率低于2%代表坡度不大 但是三岔路口的区率和纵向斜率都不够 而这就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老郑直呼完全听不懂 其实简单点来说 就是道路不够平坦 从而导致积水无法及时排出 再加上下雨后路面湿滑 减少了摩擦力 轮胎才会自动转向 调查组通过对比老板娘记录的事故日期 发现大部分车祸都是在雨天发生的 素希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深入调查呢 老郑一下就反应过来 有人利用闹鬼的传闻 故意制造车祸 当天夜里 浩然和素希在路口蹲守白衣女鬼 没过多久一个白衣突然出现在车前 素希和浩然立即下车开始追 他俩一路追到了名为青山的疗养院门口 于是便向工作人员打听 有没有人穿着丧服在附近活动 工作人员听后表示 有位叫江玉金的奶奶 总是穿着白色的丧服 去前面的路口等死去的丈夫 浩然翻阅了历史卷中发现 三岔路口第一起目击鬼魂导致车祸中 司机误以为的鬼魂就是江玉金奶奶 也就是说后面的都是有人装神弄鬼 而第一起案件中的司机 正是那个拖车公司的老板 车祸中的受害者 在同样的区域从事拖车工作 然而同样的车祸还一直发生 的确是件蹊跷的事 第二天 浩然调查了拖车公司的老板 认定他与闹鬼车祸案有关 这人曾用自己的车状竞争对手的拖车 目的大概率是独占市场 但素希发现没人对他进行提高 难道是怕被打击报复吗 原来素希和浩然在走访时了解到 闹鬼车祸的受害人中了连环圈套 不仅缴纳了高额的拖车费 事后还经介绍租下了有划痕的临时车 总之前前后后前没少花 还折腾了三个多月 以至于现在一提到这件事就烦 更加不想报警 调查组调查到 诈骗团伙负责拖车的小崔 会把事故车辆交给修车厂的老李 老李在介绍受害司机到身中根的租车公司租车 这些人依靠鬼魂的幌子从中获利不少 每笔基本上都在200万韩元至1000万韩元之间 然而受害者们怕麻烦不提高的话 调查组也没办法进行调查 就在这时 素希想到个好主意 由调查组来充当受害人的角色 于是便找到了之前卖二手车的老板 花高价买了辆快要报废的破车 但问题是最近一周都没有下过雨 美丽担心诈骗团伙不会行动 旁边的浩然提醒 最近的一场案件中 只有三叉路隧道是是的 并且以往案件中有几起没有下过雨 至于其中的原因 他卖了个关子 要去过一个地方以后才能告诉大家 镜头一转 浩然来到了环卫处 见到了最近车祸当天负责洒水的师傅 并在他的口中得知 每次路过三叉路口都有辆租赁货车在那 因为很少见所以印象特别深 二人谈话间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当天夜里素希就开着破车在三叉路口出了车祸 紧接着小崔带着拖车就出现在了事发地 不过全部过程都被小胖给路了下来 没过多久 小崔就将破车拖到了牢里的修理店 然而忘乱没想到的是 素希不按常理出牌 嚷着要把车子做报废处理 因为牢里已经把报酬预先支付给了小崔 如果素希不休的话 他将亏损一大步 所以就想着把人介绍给深中根那句 结果素希听后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另外一边 浩然查到了深中根的货车租赁场地 并在里面发现了一种 名叫无水滤化钙的干燥剂 二人成功地租下一辆汽车后 立即返回了警局 刚到门口浩然突然想明白 为什么没下雨路面却是湿的了 再加上租车时注意到那些人的手有烫伤的痕迹 推测洒水车洒完水 诈骗团伙就用货车拉着无水滤化钙往路上活 这类化学物品会吸收水分让路面维持湿滑的状态 由于长时间接触 所以手上才会有类似烧伤的伤痕 而装轨则是给车子在无水滤化钙上打滑的一个无解的借口 履清案件细节后 素希驾车来到了事故频发的三叉路口 装鬼的小弟当场被捕 诈骗团伙组织者身中跟野南逃罚王 至此闹鬼事故案就告一段落了 晚上浩然下班回到公寓 发现信箱里插了一封匿名信 而信的内容让他心中一惊 十年前的夜晚 浩然独自开车准备去大学收拾东西 路上他无意间分了下神 却撞死了一对刚结婚不久的新娘 事后尽管浩然的父母跪在新娘的灵堂前认错 但失去了女儿的母亲怎么都不肯原谅他们 新娘的父亲更是站在雨中 呆呆地盯着警方画的现场痕迹固定险 然而负责调查此案的民警受到了处复 浩然不明白寄给自己这个东西的会是谁呢 其实当年有三名高中生目击了事故 而那个被处罚的民警正是现在调查组的组长老正 第二天一大早 交通总警司交给素希一起案件 据行车记录仪显示 昨晚11点40分左右发生了女性跳车事故 看样子似乎是要逃命 跳车的女人名叫金恩静 25岁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司机名叫杨勇 今年29岁 她供述二人昨夜同乘一辆车 恩静突然觉得胸口很温 杨勇还没来得及阻止 她就跳车了 二人的关系非常微妙 恩静是杨勇父亲公司的秘书 素希和浩然立即来到医院了解情况 医生告知恩静有创伤性挡出血 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 但伤势较重 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恩静妈透露 女儿很孝顺 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寄钱 虽然后背不太舒服 但从没有胸闷膜 浩然想知道 关于杨勇 恩静有没有提到过什么 恩静妈坦白 听女儿说那个人的行为不减点 尽管她已经结婚 但时常调戏公司的女性员工 另一边 小胖和美丽正在询问杨勇 杨勇交代和恩静并不数 当晚只是顺路待她一段而已 根本不存在好感一说 此外杨勇还透露 恩静似乎有心理疾病 被害妄想着 聊到这 美丽想看下车内的行车记录仪 然而杨勇虽然嘴上拒绝 但还是掏出来摆在了桌上 配合调查结束后 浩然恰好和杨勇在门口遇到 原来当年新娘事故暗中 杨勇就是目击者之一 但这小子盯着浩然看了半天 不知原因的谎称认错了人 回到办公室 调查组发现 杨勇提交的行车记录视频 被人故意消去了声音 当天晚上 杨勇就把见到浩然的这件事 告诉给了另一个目击者小孔 并且感叹杀人犯都能当上警察 然而小孔一点都不在乎 反倒是让他安分一点 别总是因为女人出事 杨勇歪脑筋一转 希望拜托小孔的父亲 尽快搞定恩静跳车事件 就在这时 小孔突然问十年前的新娘车祸案的报道 是不是杨勇记 杨勇听后大吃一惊 因为他也收到了 二人不禁地怀疑起第三个目击者警秀 毕竟这件事也就他们仨知道 次日 调查组接到电话 金恩静醒了过来 待取得受害者的证词后 素希和浩然立即汇报给了老郑 现如今没有确凿的证据 过于激动只会让恩静的境遇更为难 所以老郑建议再找杨勇谈一次 故意把恩静的陈述透露给他 试探下这人的反应 杨勇得之后 显得暴跳如雷 直言恩静就是个败金女 想要敲诈他 最近南朝鲜流行勾引有父之父 然后在背后统一道 总之这小子不承认对恩静进行了骚扰 丢下一句拿出证据来 不然就告他损害名誉后 吊耳郎当的扬长而去了 当天晚上 杨勇拜托小孔 无论如何都得请他的父亲出面帮忙 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小孔的父亲和杨勇的爸爸是世交 一个从政 另一个经商 凑巧老孔想给儿子谋个出路 小孔就把杨勇的事告诉给了父亲 那么老孔会出手阻拦调查吗 素希和浩然接到消息 跳车的金恩静已经转移到了普通病房 可当他们推开门 却看到杨勇带着律师站在病床旁 依照南朝鲜的律法规定 刑事案件中的嫌犯不得随意接触被害人 没想到律师却表明 已经和恩静达成和解了 说罢便嚣张地离开了医院 素希还想争取一下 原来恩静已经受够了 她不想遭受旁人异样的眼光 更加不想打漫长起没有丝毫希望的官司 一遍又一遍的回忆被骚扰的是 离开病房 素希觉得非常的自责 后悔没早点申请保护令 其实没有证据她根本申请不下来 没过一回 恩静妈发现女儿的手机正在录音 于是趁着她睡着的间隙 坐在走廊里听了起来 原来杨勇的态度非常恶劣 她威胁恩静 那些没有顺从的女人工 不仅被解剖 还永远都找不到工作 因为散布了这些人 想勾引董事长儿子的传言 此外杨勇知道恩静负责赚钱养家 提醒如果她失业的话 那父母怎么办 总不能让俩老人穷死吧 最终恩静在逼迫下 这才同意与杨勇和解 得知了真相的恩静妈非常的心疼 她恨自己没有能力连累了女 于是拼命地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哭出声音 然而无助的感觉 让她痛得撕心裂肺 与此同时 素希感叹 有钱有势的加害者 可以为非作歹 反倒是没靠山的受害者 成了沉默的羔羊 这个警察当得真是窝囊 当天下午 素希接到协同电话 一个叫做老李的小区居民 昨晚死了 他是无业游民 整天喝大酒 尸体被发现是浑身酒气 一开始以为是单纯的酒醉死亡案 但勘察过现场后发现 死者的身上有轮胎碾压过的痕迹 在后续的走访调查中 据村里酒馆的老板娘透露 老李每天都来喝到很晚才回家 昨天应该是凌晨一点离开的 此外这人一喝醉就和别人吵架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酒用 村里的王姐记得 昨晚她失眠睡不着 恰好看到老李和一个 戴着帽子的男人吵架 不过样貌没有看清 总之男人的个子很高 给人一种很阴沉的感觉 另外一边 经过搜科的检验和比对 在死者的衣服上 有两辆车碾过的痕迹 调查组整合了手上的资料 老李死亡时间为凌晨两点至四点 死因是颈部和胸部的器官损伤 目前两辆车的型号都已经锁定 再加上附近监控拍到的 所以一辆黑色的出租车嫌疑最大 当天夜里 警察署本部长立林江南区警局 而这个人正是小孔的爸爸 恰好浩然和素系露骨 他一眼就认出眼前的男人 就是十年前新娘事故案中 想要让自己认罪的那个警察 凑巧的是同区发生了抢劫侵害案件 重案组和交通组打算联合破案 素系和浩然经过走访 查到了那辆出租车 然而据出租车工作人员透露 该司机因病请假没来上班 更凑巧的是行车记录仪已经被人清空了 很快二人找到了假装生病的司机 因为出租车公司留有数字行车辈分 案发当天凌晨两点三十四分 显示出租车在事故附近停靠了两分十九秒 原来案发当天 司机送乘客返回的途中压到了什么东西 他立刻停车下去检查 万万没想到竟是一个人 瞬间就被吓得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想要报警时 看着手机平保的女儿 司机有些犹豫 毕竟下周女儿就要结婚 如果报警那么都知道 他的父亲压死过人了 他担心毁了女儿便没有报警 可这个行为酿成了大火 浩然告诉司机 罪汉遭他碾压前可能已经死了 因为之前有另一辆车撞过死者 依照碾压部位来看 应该是那个人造成的 相关律法规定 碾压死人不会受到判罚 但司机没有报警 相当于放弃了自证的机会 也就是说得为自私的行为 付出相应的代价 次日 调查组恢复了行车记录仪的数据 依照视频资料显示 确实与司机供述的相同 突然浩然发现一处可疑的地方 出租车在逃离案发现场时 录下了第一辆碾压最汉的车 而更让人气愤的是 凶手就坐在车里欣赏他的杰作 浩然见状猛的记起 这个人就是目击者看到的黑帽子 就在这时 美丽接到群众举报 银色肇事车辆找到了 巡逻的同事确认过车牌号 发现是十天前通报失窃的车子 老郑注意到车门锁心处有多道划痕 他推测凶手用剪刀插进钥匙口 然后用力往上抬 不到两秒就打开车门了 当然这是老方法 对现在的车辆已经不适用了 老郑有些担心 凶手靠偷车进行移动 很有可能在调查组管辖以外的区域再次犯案 另一边 浩然和小胖走访了附近的便利店 恰好有一家的监控拍到了黑帽子凶手 二人注意到 这小子往地上扔了个烟屁 于是众人用筷子在附近捡起了烟屁 试图找到凶手的地内 然而第二天 经过搜科检验分析 没有与DNA数据库中吻合的结果 也就是说凶手只能是没有犯下过重罪 或者初次犯罪 亦或是少年犯这三种情况 下午浩然帮素希给重案组送资料时 注意到了侵害案嫌犯的活动区域的 就在刚刚丢车的恩静告诉调查组 放在车内的钱包被人丢在了家门口 除了现今其他的证件都在 素希听说没有异常就挂掉了通话 但浩然却觉得有些不对劲 鉴于之前她一单独行动就发生不好的事 所以素希决定一同前往 一转头二人来到了恩静的家门口 可按了很多次门铃都没人印 就连电话也关机了 素希觉得她可能不在家 就在二人准备离开时 浩然突然在门口发现 一根尚未燃尽的烟屁 也就是说刚刚有人在这里过 再加上偷车凶手也有一样的癖好 这俩人又折返了回去 素希看着浩然连半米多高的墙都翻不过去 急得一脚踹开了紧锁的大门 三步并两步的冲到了房门口 一边打恩静的手机一边向屋里张望 实际上凶手正在挟持着恩静 刚好来电铃声被素希给听到了 这时浩然也冲到了门口 她立即输入了门静密码 凶手听到门开的一刹那 丢下人质就从后门逃了出去 素希为了安抚恩静的情绪留了下来 追捕凶手的任务交到了浩然的头上 然而她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 身体素质还贼差 好不容易死气败烈地抱住了凶手的裤子 却被人家一脚揣在面门上 当场昏了过去 因为该事件过于恶劣 被警方定性为入室侵害案 自然而然地交给了重案组继续调查 重案组组长李泰正还不忘挖苦 很明显嘲笑的就是她眼中无能的浩然 然而当天下午 浩然就狠狠地打了李泰正的脸 在做案件移交汇报时 调查组指出追查的肇事车辆为失窃车辆 在过去的四个月内 所管辖的区域和附近三个区 已经发生过类似案件多达数十起 其中包括上午的被害人 就在这时浩然突然开口 她认为在查的偷车贼 和连续犯下侵害案的可能是同一人 话音未落 就遭到了重案组同事们的嘲笑 因为一个菜鸟怎么可能比他们有经验 旁边的素希刚想解围 没想到李泰正一副看戏的样子表示 她想听听有什么奇思妙想 浩然指着侵害案的分析图 案件的案发地和日期 与失窃案中的案发地点和日期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李泰正听后脸色大变 为了掩饰尴尬 她强调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凶手是同一人 虽然浩然赢得了争论的胜利 但素希却担心了起来 据美丽透露 素希和李泰正以前是情侣 多年前她追查一起黑车案 意外查到某高官的子女牵扯了麻药 上头知道后将案件交给了李泰正侦办 结果只抓获了二十名黑车司机 事后李泰正被升为重案组组长 素希也就跟她分手了 与此同时 杨勇和小孔找到了锦绣 逼问她那封匿名信件是不是她记得 可就算拳脚相加 锦绣依旧坚称不知道 返回市区的路上 小孔和杨勇不禁地疑惑起来 难道真的不是锦绣吗 实际上锦绣也收到了那封匿名信 她知道要不是小孔和她的父亲 那名孕妇就不会死了 另一边 浩然在论坛上看到一篇 关于杀人犯还怎么当警察的帖子 很明显对方要针对的人就是她 浩然照视事件被人曝光 她的警务事业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 不光重案组的同事们戴上了有色的眼镜 就连所长也希望老郑通知她尽快辞职 但建议被老郑当场就给拒绝了 中午DNA检测报告出来了 然而结果却让人意想不到 采集到的烟屁中没有与侵害案凶手吻合呢 也就是说浩然推断偷车贼和侵害案凶手 为同一人的猜想是错的 回到调查组办公室以后 大家发现浩然坐在那一言不发 老郑为了重拾组员们的信心 给每一个人都指派了任务 另外一边 重案组接到国搜科的电话 他们在犯人使用的剪刀上找到了新的DNA 再加上犯案地点与时间高度吻合 所以希望能再做一次比对 李泰正想了想欣然的同意了 与此同时 调查组的组员们依照相关线索 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 走访了所有有嫌疑的对象 最终将范围锁定在了李某和朴某 当晚 恩景丢失的汽车被找到了 经检查车里非常的干净 除了记录仪的储存卡被拔外 所有的东西都和以前一样 然而浩然拿着车内的高跟鞋发起呆来 素希健壮立马解释 通常职业女性会把高跟鞋放在车里 这样一来不仅方便更换 就连开车也不会受到处罚 可浩然关心的并不是这点 压死罪汉的那辆车也丢了储存卡 他让美丽和素希幻想一下 如果自己是犯人的话 该通过什么知道车主的身份 工作地点甚至是住处呢 现如今知道了犯人的作案手法 素希和浩然立即回到调查组 翻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果然在两个月前 一位叫曹文珠丢车的经历 与丢车案的情况差不多 车内有很多女性用品 只有行车记录仪的储存卡 和一根电机棒被偷了 第二天一大早 素希和浩然就找到了曹文珠 然而这人表现得特别反感 可当听到犯人 有没有把偷走的物品还回来时 他明显地迟疑了一下 紧接着惊慌失措地 看向了楼上的丈夫和女人 随即小声地让素希跟他到车里谈 然而刚坐上车 曹文珠却表示没有丢过东西 希望警方以后 不要再找过来进行调查 素希没办法掏出名片 略显安慰地提醒曹文珠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联系 不要把他当作警察 而是当作一样的女性 待曹文珠离开后 素希告诉浩然 虽然他否认犯人归还了物品 但在车里看到了粉色的电机棒 也就是说 如果曹文珠是被侵害的受害人 那么肯定与挟持恩敬的为同一嫌犯 但为什么DNA比对结果会不一样呢 另外一边 比对结果显示偷车案 与侵害案凶手的DNA为同一人 然而李泰正不准这个消息泄露出去 与此同时 美丽和小胖走访了最后一人 最终只剩下了一个叫朴胜珍的 下午素希回到调查组办公室 他对DNA比对结果不放心 于是又让美丽申请了复查 紧接着素希拿着报告 怒气冲冲地闯进李泰正的办公室 然而上头还是把案子交给了中案组调查 气得调查组晚上只能吃烤肉发洗 毕竟那些人经常独卵功劳 就在这时 素希忽然接到了曹文珠的电话 那头让他立即过去一趟 他这次找素希过来 是鼓足了勇气协助调查组破案的 文珠的汽车丢失几天后 有天他下班发现 电击棒就放在家门口 这点和恩静的遭遇一模一样 文珠自述本打算通知警方 但由于工作变更 再加上得照顾孩子 所以就给担当了 他的丈夫长期加班 所以晚上都是自己睡 悲剧就发生在那晚的11点多 另一边 警方对浩然进行了调查 综合评定他是否适合继续做警察 不过调查结果需要等一周 与此同时 曹文珠向素希透露 还讲着一口经济道的方言 最重要的是对他说过一句话 回到调查组办公室 素希把和文珠交谈的过程 告诉给了浩然 浩然越想越不对劲 难不成这句话说的是受害者 素希被他这么一提醒 立即反应过来 丢车的恩静有危险 于是他决定去通知重案子 让浩然去停车场等 但浩然留了个心眼 拨通了恩静的电话 可那头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不排除遇到了危险的可恶 另外一边 凶手朴胜珍已经来到了恩静的家楼下 没过一会 恩静妈发现房门不知道被谁打开了 她探出头张望也没发现可疑的地方 就在这时 朴胜珍从后面用剪刀抵住了她的脖子 浩然这边已经驾车驶到了恩静的家楼下 她一边打对方的电话 一边观察楼上的情况 与此同时 恩静刚洗完澡坐在梳妆台前 朴胜珍就溜进了客厅 这是什么呢 楼下的浩然挂掉电话 无意间看到地上有个烟闭 她猛的意识到不对劲 羞的一下翻进了院子 却听到身后的储物间里发出了哽咽的声音 她小心翼翼的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恩静妈被绑在里面 朴胜珍这边 用剪刀威胁恩静乖乖听话 然而客厅里的收音机突然没了声音 她刚走出客厅查看情况 却看到浩然站在对面 而楼下的警笛声也越来越近 这小子不愿意束手就擒 不要命失地撞碎客厅的玻璃 然后翻出护栏摔在一楼的垃圾堆里 试图用这个方式躲避追 但是她低估了浩然诚善罚恶的决心 最终凭借着素西娇的夺命三角锁 成功地制服了朴胜珍 至此连环侵害案和盗窃案告一段落 事后重案组抢走了所有的功劳 但有一点值得庆祝 由于浩然在此案中的优异表现 上头决定不会对其进行解剖 与此同时 杨勇开车的时候路怒正犯了 前车忽然调转方向横在了路中间 她躲闪不及静止地冲上防山红的坡上 车子翻了几个跟头后 重重地砸向了地面 可当奄奄一息的杨勇看清对方司机的样貌后 不自主地回忆起当年的那场事故 被吓得连声道歉 祈求对方的原谅 然而神秘人打着火机 没有丝毫犹豫就扔进了车里 随着一声爆炸 杨勇为当年的事故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就在几天前一辆轿车停在快速车道上 随后素希几人感到眼看无法唤醒车主 只能试着将车门强行撬开大还是为时已晚 死因竟是被机械物穿透车窗后刺进男人胸口 然而就在事故发生地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浩然正在对另一起车祸案进行现场勘察 只应该管辖区是隔壁派出所处理 所以浩然的举动让队长莫名反感 随后让素希过来把人带走 夜晚两人来到化验科通过比对分析 凶器竟是货车的挂钩有被人为切割痕迹 接连导致的脱落而浩然结合 两起案件随后来到现场 比对后也证实了肇事车辆就是此前的托运车 并且事故车的行车记录仪内容被格式化 显然车祸司机的嫌疑最大 但托运车司机是因为超载 才会出现车祸很明显对于诈骗保险这一块是行不通 所以老正怀疑很有可能是个人恩怨 接着素希二人来到医院 奈何司机因受不了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 来到顶楼一聊百两幸亏男人女儿突然出现 强装镇定的他这才回到病房 随后素希告诉他这次车祸并非意外 而是人为这下男人如是重负 接着便谈起自己近期并没有与人结怨 只是在服务区休息时与一个小伙产生摩擦 只因小伙偷偷偷溜进托运车中被男人发现后 两人产生过争执 随后素希带着浩然找到小伙 而小伙一脸委屈地说 自己只是想找辆好车与喜欢的女孩约会 而素希随后通过行车记录仪也确认了小伙的证词 与此同时小伙又提供了一条新线索 称当时有人拿着钢钱匆匆跑了过并且还戴着一顶绿帽 然后走进了附近的休息站 通过线索随后二人来到休息站调查时发现监控早已失修 接着浩然走进里面才发现所有的储物柜都是开着的 这下通过绿色帽子特征来寻找线索算是中断 第二天阿红无意间与一个司机攀谈时 此人刚好目睹了一个戴绿帽的此前与货车司机发生口角的事 接着又说刚才还遇见过他这下众人算是有了意外收获 直到夜晚浩然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他 接着便跟踪来到停车场当浩然叫起男人名字时 男人显得很是紧张 此人正是十年前浩然车祸案 三位目击者中的其中一位只因几天前杨永仁发生车祸 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杨永仁并非是醉酒驾驶导致车辆测乏 而是有人故意切断了车的刹车油管得知真相的杨富士要将真凶揪出 而听到同一消息的锦绣也是一脸吃惊 随后中午父亲叮嘱他要是见到黑车跟踪一定要通知他 而就在这时远处刚好出现一辆黑车 锦绣误以为杨永被浩然所杀下的他撒腿就跑 中午父亲容生总长后杨富为他庆祝 习间两人再次说起十年前的肇事案 只因当年的事如今又再次被牵扯出来 并且能将包裹直接放进他办公桌上的无非就是警员 接着又想起事故案女孩的父亲曾经也是一名警察 且跟调查组长老郑走得很近为了将此案彻底根除 第二天表总长便将此案交给老郑全权负责 方便随时跟踪两人的动向 就在素希等人赶到将锦绣求出后 浩然意外从驾驶舱看到一份十年前肇事案调查报告 接下来令调查组失望的是 本以为锦绣就是他们要找的嫌疑人 而如今他的车也被人坐了手脚 且作案手法跟之前几起车祸事件相同 再被问起是否有怀疑的对象 使锦绣不自然地看向浩然 就在几人走后锦绣问起浩然是不是他做的 接着浩然走到他跟前掏出那张 只问他究竟在隐瞒什么 他这才将几人收到这份报告的事说了出来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家物流公司进了调查组的视线 只因在两起车祸发生之前 还有两名司机也发生过同样的事 老郑怀疑这又是一种诈骗手法 在接下来的走访调查中 受害人表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 自己也就是养家糊口所以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而另一位的证词显然跟上一位一样 但是眼神的躲闪并且说话支支吾吾 景秀觉得他好像有所隐瞒 正说着素希那边有了突破口 男人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几人 只因他们都在一家物流公司 签过一份合同 而合同内容就是以个人名义允许他们抄载 但是发生任何事情与公司无关 起初大家都没觉察到 直到有人发生类似车祸案后 胖敦便让大叔还钱 这下众人都知道了老板的阴谋 本想通过找律师解决 没成想老板找到律师事务所 反告他们妨碍业务接着就是处处找查 最终不堪压迫的几人相继撤告 而唯独老人脾气直气不过的 他最终在车内了结自己 接着男人说出了老人名叫徐永彻 而当初另外一个提告的人 正是阿红的父亲这下众人开始着急 景秀在调查中发现徐永彻 还有一个儿子叫小徐 并且现在的他正在和阿红父亲在一起 意识到阿红父亲可能有危险 众人随即往公园方向驶去 而就在刚刚阿红跟景秀来到货运公司 老板一本正经地说 自己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门缝偷听到里面的谈话 原来老板是想让小徐签下免责合同 这样才会给他派发工作 显然胖敦还不知道他就是老徐的儿子 这也为他夜晚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就当众人找到阿红父亲时 小徐早已不见踪影 接着阿红父亲将刚才的谈话告诉了众人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就当胖敦正准备开车离开时 一道亮光朝他压了过来 很快便晕了过去 此时景秀率先赶到将小徐制服 而在接下来的审讯期间 阿红为他播放一段 被害人生前的画面后 小徐也为自己的行为留下悔恨的泪水 画面一转景秀因上次翻车来到汽修店 老板劝他维修费几乎可以买一辆二手的 而眼看车带都没还玩车就已经报废 这下景秀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此产生先是来到中午公司 并以十年前车祸案要挟他拿三亿做封口费 而见过大风大浪的中午哪里会受这种气 夜晚中午父亲找到杨复并将此事告诉了他 作为马前卒杨复对这种脏手的活不在话下 声称自己可以搞定而本不报希望的景秀 看到中午发来的短信本以为是要拿封口费 没想到刚一进去差点就永远闭口了 表中午在旁边美女的注射下 整个人处于极度兴奋状态 接着二话不说拉下前来接他的司机 一脚油门便开了出去 而结果在经过路口时 撞到一位送外卖后留下几具国粹便扬长而去 恰巧此时素希的父亲看到这一幕后便追了上去 次日众人对行车记录一顿分析后 并未看出实际驾驶人的样貌 而在另一组视频中找到了对方车辆的信息 很快浩然来到当晚女孩上班的地方 对方一看是找司机 二话不说就将黑车司机的信息告诉了浩然 并且说出是跟客人一起下车后才知道黑车出事 随后在分析小会上老郑一针见血 要求查出那位乘客的信息 而景秀马上补充正式表中物 接着几人通过道路监控很快查到车辆位置 而当他们赶到后车早已被压成顶杆 且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卡已经被拔掉 这下原有的证据链算是缺失了一块 无奈只能将车拖回国搜客 很快那边传来消息在事故资料记录器中提取出的数据显示 当时发生碰撞后车内座位上有三人 并且从驾驶车窗提取到了血液样本正式表中物 随后几人来到所长办公室申请逮捕令 所长一听是总长儿子瞬间紧张起来 这也是老虎嘴上拔毛不死也得掉层皮 而老郑一看所长那副样子身居一躬便走了出去 夜晚素希在得知是表中物撞翻父亲的车后 气冲冲的闯入不成想毫不收敛的表中物 接着便是一连串的问候 看不惯这副鬼样子的他本想上前教训没成想被浩然拦了下来 二人走后表中物被父亲叫到车上 面对父亲的斥责表中物彻底爆发表示自己会处理好一切 而表明赫看着面目争鸣的儿子也是被这一处给震撼的 次日表中物带着律师来到警局 而在面对浩然的询问时也是一代三不止 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没成想黑车司机前来投案自首 就这样表中物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警局 并在离开时还不忘再次调侃素希 看着眼前无助的素希浩然带他来到住处 并将十年前车祸案的事告诉了他 浩然怀疑杨勇的车祸与警绣的绑架 这其中与表中物脱不了关系 只因在几天前警绣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画面一转警绣正被反绑在椅子上 就在幕后黑手通电一瞬间 警绣将表中物的事说了出来 而在当年的车祸案中 调查报告上是警绣开着表中物父亲的车 目睹了浩然车祸案 而这一幕与现如今表中物开车撞人 在找人顶替手法 类似显然中间的蜿蜒曲折 目前只有表中物一人清楚 另一边表明赫等人在调查杨勇被杀一案中 对当年事故女孩的父亲李泰正进行了调查 而此人在杨勇车祸案发时有不在场的证据 显然还有另外一个人躲在背后 而第二个目击者警绣的失踪 这无疑第三个人正是他儿子 为了能尽快破案李泰正还请求下调 接着纪检委以迟迟不调查杨勇案 为由将老郑请去喝茶 回来后的老郑在昊然的一连串提问下 终于将杨勇案的调查报告拿了出来 随后二人再次来到当年车祸案的事发地 就在昊然给素希讲起当时的一些细节时 一辆车的灯光闪过 这让昊然瞬间记起了当年的真相 而在回来的路上 素希将此事告诉老郑并怀疑害死杨勇 绑架警绣的人正是表中午 而老郑这边又将另一段调查真相说了出来 在杨勇被害案现场的那辆黑色轿车 嫌疑人是个跛脚 这让昊然瞬间想起一个人 昊然自上次在老郑南 听到杀害杨二勇的凶手是个跛脚 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接着便来到办公室 将国搜科的一份调查报告做了对比 确定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本想直接抓捕 但昊然还是想先试试 看能不能劝他自首 随后昊然来到国搜科找到了金贤敏 就当他说出这个名字时 对方索性彻底不装了 本想回国后跟懦夫一样 过正常人的生活 可在无意间竟发现 妻子当年身上的那两道轮胎硬 与浩然车的轮胎硬并不吻合 随后在暗中调查 终于知道了 那两道轮胎硬正是来自表忠武父亲的车 年前夜晚 三名少年正在开车自拍时 一道强光闪过后急忙将车停了下来 三人随后下车 看到惨烈的一幕后 吓破胆的锦绣本想打电话叫救护车 而一旁的表忠武一把夺过手机 摔在地上 接着几人本想逃跑时 躺在路边的女人开口求救 看着腹部渗出的血迹 一旁的锦绣本能地呼喊起了忠武的名字 这下表忠武彻底爆发 只因他父亲是警局高层 所以为了不受牵连 他竟直接开车来回碾压 一旁的杨二勇看到这一幕 更是呕吐不止 时间来到年后 表忠武如往常一样正常下班 忽然一旁的未知号码打了进来 而电话那头正是失踪的锦绣 并且将年前车祸案的事发经过 都说了出来 这下心慌一批的表忠武 很快找到杨二勇父亲 并将凶手的事说了出来 两人达成了合作后 约神秘人出来见面另一边 就在浩然劝他自首 并为当年的事申表歉一时 金贤明出手将浩然砸倒在地 接着跑了出去 就在金贤明跑到楼梯口时 一个不小心摔了下来 被赶来的老郑几人碰个正的 金贤明不解 为什么要救表忠武这样的人 而一旁的素希 说出自己父亲出车祸的事 他比谁都想要将表忠武绳之余法 并保证一定会让他归案 或许是因真诚打动了他 金贤明掏出手机 并将表忠武约自己见面的事说了出来 老郑一眼看穿 这是对方设下的陷阱 所以将计就计 一举将表忠武抓获 于是素希开着金贤明的黑车吸引火力 而其他人则负责切断他们的退路 一路上忽远紧追不舍 不多时 两辆车的身后越来越多的车追了上来 而这些人正是杨复的手下 对方呈加急攻势 很快将黑车加在中间 浩然一看情况不对 立刻一脚油门冲了上去 紧接一脚刹车 这下黑车找到空隙跑了出来 随后两辆黑车一个回旋将灯打开 一时间后面的车对方寸大乱 这是杨二勇父亲走了出来 看到阿红后误以为是自己的小弟 这把旁边的阿红气得不轻 尴尬过后 众人展开了对决 在收拾完院内的一众小弟后 素希宇浩然找到表中午 没等他发挥全部实力 就被素希一脚踹晕 次日在记者的围攻之下 事情很快被发酵了起来 而一旁的局长一听是总长的儿子 血压再次飙到 另一边李太祖将调查组的人挡在外边 自己则亲自提审金贤敏 而在将整个视频看完后 金贤敏咬牙切齿的同时 李太祖却给他当头一棒 只因画面中 锦绣的自白是在反榜下进行 证据不予采纳 就连杀人预谋这种小事 也一并推给杨父 这下表中午感觉如是重负 而表中午父亲听到汇报后 也打算与杨父势力进行切割 并安排李太祖盯好金贤敏 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失踪的锦绣 只要关键证人不露面 那么表中午就有可能走出来 于是众人通过分析 只因金贤敏的行车记录仪 是在李太祖手中 所以想从金贤敏家中的案情分析图 找出相关线索 另一边 李太祖通过金贤敏的行车记录仪 发现了可能藏人的地点 等他带人赶到时 案发现场并没有锦绣的身影 而椅子上却放着一张敏素希的名片 与此同时 眼看关押表中午的时间就快到了 态度嚣张的表中午更是嘲讽浩然 就在律师进来刚要带他走时 素希带着锦绣走了进来 原来就在小时前 阿红将此前偷偷拷贝了一份 金贤敏的行车记录 一得是说了出来 接着 几人通过线索迅速来到废弃场地 将锦绣带走 这下表中午彻底坐不住了 次日媒体将他父子二人勾结 杨二勇父亲公司 杀人未遂的是报道了出来 为了能将自己摘出去 表明赫来到看守所 让儿子将所有罪行都扔下来 这样可以先保住自己的位置 再为他后期减刑 或许是因为大叔眼看摇摇欲坠 表明赫打电话给李太祖时 他也只是默默看着 并未接听 手里还攥着一个U盘 或许是保命法宝 身为警察总长的父亲为了明哲保身 当着所有记者的面 以管教不言 看管不利 为由撇清关系 没成想一转眼就被家属绑架 另一边警方得到消息后迅速采取行动 表明赫本想劝说老李不要执着于过去 但对于老李而言 最不该忘记十年前车祸案的人就是他 就在这时 浩然打来电话 作为同事 当年车祸案的受害者 老李直言自己早该这样去做 来告慰女儿在天之灵 并对浩然这些时日 查出当年车祸案的真相表示感谢 一旁的表明赫一看老头要来真的 迅速表示自己有证据 如果他死了 那就永远找不到那份报告 就在老李分神之际 表明赫本想抢夺方向盘 却被老李一肘推了回来 这时老郑一路追踪 终于找到了表明赫的车 本想劝他停下 但老李却不为所动 无奈一脚由门冲到前面将其截停 下车后的老李迅速来到表明赫跟前 索要证据 而他只是轻蔑一笑表示没有 得知被戏耍后 老李本想上前揍他 却被老郑拦了下来 很快大队人马赶到 将老李带了回去 次日为了引起大众的同情 表明赫故意坐着轮椅出现在媒体面前 并表示会向检方求情 对绑架他的人从轻量刑 而对于自己儿子所犯下的恶行 他表示绝不姑息 看到这一幕 表忠武彻底坐不住了 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父亲竟是这种人 很快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而锦绣作为证人出庭 证明了当时碾压孕妇的事 正是表忠武所谓 而在随后报警声称是他开的车 这完全是按照表明赫的指示去做 在接下来表忠武的律师发起提问时 让整个情势直线下滑 只因当初 锦绣曾向表忠武索要三亿韩元为国 斥责他栽赃陷害 从而怀疑证词的可信度 这下整个案件彻底陷入被动 为了能重启调查 浩然想起表明赫被绑架时 曾提到一份调查报告 虽说报告或许找不到 但写报告的人肯定会知道下落 于是 调查组联系了远在美国定居的秦教授 而另一边 表明赫 看到证人名单上有秦教授的名字后 立刻面露难色 就在开庭当天 秦教授回国出庭作证 几人刚出机场 就被两辆目标明确的车拦住 一看下车的是阿红跟小景 两人也是灰溜溜的离开 而素希则是带着秦教授乘坐地铁 来到法院 就在一小时前 李太祖出了一个主意 只因秦教授已经回国 所以不如被动便主动 将当年的调查报告公开 这样可以彰显他大义灭清之举 很快表明会以证人身份 一旁的表中午看到这一幕 也是被气笑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 最终将自己送上断头台的 竟是他父亲 接着便将当年的案发 经过全盘拖出 只因当年还是未成年 所有事情 都是按照自己父亲的指示去做 加上秦教授 将当年表明赫私自带走调查报告的事 说了出来 这下表明赫算是彻底被儿子拉下水 而一旁的李太祖一看时机成熟 随后走了出去 接着将怀里的优盘取了出来 很快检方 以毁灭证据 滥用职权等罪名起诉表明赫 随后检察长的办公桌上 就收到一份 表明赫收受贿赂的贪腐举报材料 李太祖带人来到表明赫办公室 意想不到的是 自己苦心培养多年的下属 到了最后关头竟向断尾求生 很快判决书下达 表中午阴杀人和肇事逃逸等多项罪名 被判有期徒刑20年 表明赫被判有期徒刑12年 和他暗中勾结的杨社长 因为盗用公款贿赂和教唆杀人罪 被判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这厂长达10年的车祸肇事案 终于落下帷幕 画面一转 李太祖应举报有功 很快被升为总警 就当他走到走廊时 遇到素希二人 本以为是来表示祝贺 可表明赫案另有隐情 那就是当年的黑车案 意识到危机感的李太祖 一个电话就将调查组原地解散 而浩然则被派到小岛住手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阿红成为了指挥中心接线员 小景则是飒爽的奇景 素希更不用说 遇见不平是总会冲在前面 唯独老郑 当初成立调查组是他的初衷与信念 如今调查组被解散 没有动力的他选择辞职 本以为会这样风平浪静的过几年 没想到 浩然这边发生了一起高中女生失踪案 就在几天前夜晚 女孩跟父亲说朋友过生日 接着便走了出去 直到次日早上也没回来 浩然本打算回首尔与素希等人小聚 但眼下房东女儿失踪 就只能作罢 而在接下来的搜寻中 浩然在海边无意中看到一双女生鞋 随后在房东的确认下 正是失踪女儿的 另一边 小团队眼看浩然没能回来 于是三人决定去岛上找她 很快几人便展开了工作 只因岛上监控数量有限 所以也只能确定女孩的失踪 是在回家的路上 随后众人在画面消失路段进行搜寻 不多是浩然在路边 发现了女孩的手机掉坠 并在旁边看到一个前保险杠的碎片 次日 老正在交接完工作后便与素希等人会合 这下调查组几人全部归位 第一时间便是查询保险杠的相关信息 浩然来到汽车修理厂 很快确认了一款斯特隆的车型 而从岛外进入的几辆车中 通过调查都没有发生过事故 所以嫌疑车辆很有可能是岛内居民的 但当众人召集了岛内居民的斯特隆车时 也没有发现有被修过的痕迹 这下所有线索都陷入被动 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有一处监控画面 刚好拍到一辆斯特隆车再回来时 确实有被撞的痕迹 只因车速过快 所以没有拍到车牌 随后众人来到案发现场路段 恰巧旁边有一间仓库 顶上安装了监控 并且能拍到整个村庄 可画面因是夜晚 所以不是很清楚 于是 众人通过实地演练和视频做对比后 确定了嫌疑车辆 最后来到了一处小山头 可绵延百里的山头 皆属于己姓家族目的 所以无论是搜山还是探寻 都是大海捞针 听到是己姓家族 浩然想起在所有车主中 刚好有一人也是这个姓 可是在案发当晚 己姓男子有不在场的证据 并且他的车也没有外出过 随后几人来到几个证人家中问讯 大家口径一致 而在另一边 浩然来到男人家 正看车头时 男人走了出来 态度明显有点嚣张 当晚回来后的浩然 让阿红将车架号信息 与寄姓男子名下的车做了对比后 发现并不吻合 显然车被掉了包 次日 浩然跟素希二人再次来到小山头 怀疑车辆很有可能藏在山中 浩然素希从草丛内发现一只耳机 随后将她拿到房东那里时 房东一眼认定 就是自己买给女儿的那副 另一边阿红通过进到监控发现 在女孩失踪的第二天 就一辆辛斯特隆进入岛内 随后通过车架号 查出该车是妇女会会长的车 并与寄姓男子是表亲 另外 阿红发现此人早上再次将车开出岛 并且保险杠处有明显被撞痕迹 随后几人通过蹲守 将妇女会长带到了派出所 女人看到一系列证据后 表示自己买来时 没想到被撞 然后请萨满做法 说如果再开那辆车就会短命 所以就拉去报废了 女人听到这话装出无辜表情 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就在这时 院长带俩人来到派出所 在一顿无意义的争吵后 便让记性男子说出实情 男人只是说看着表姐车心 于是 就将车牌号跟车钥匙调换了一下来看 而一旁的男子说有亲眼看到 并可以作证 看着几人漏洞摆出的证词 素希说他们这是在隐瞒犯罪行为 属于共犯 一听这话 院长原地乍起 好在一旁的所长将此事按了下来 几人走后 浩然越发觉得几人已经串过 为了能彻底引蛇出洞 次日 浩然召集村民开会 先是一反常态地跟大家道了个歉 接着将首尔专家通过耳机的线索 就能查出失踪者准确的位置信息 透露了出来 到了晚上 浩然几人提前埋伏在小树林里 凶手果然没忍住提前开始行动 就在几人将尸体挖出来时 浩然等人围了上来 将几人抓获 另一边老郑跟踪记性男子 等男人走后 老郑来到福利院的救治 并在里面找到了失踪的女孩 很快女孩回到了父亲身边 而此案就此了结 就在该案结束后 几人再度被警察听关注 随后几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嘉奖 而辞职后的老郑 则是做起了社区工作者 隔天即将上任国搜部部长的老熟人 找到了他 接着老郑将当初成立交通调查组的初衷 讲给了他听 只因多年前 自己的妻子也是在一起车祸案中离世 但至今 也未查询到当年车祸案的肇事者 所以为了不再有车祸发生 老朋友准备再次请他出山 并且这个部门归直属管理 这下 调查组几人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 不过皮股还没坐热 新的证实案就已经在路上 아니 차장님 왜 안 오고 전화해요 뭐 어디서 범인이랑 추격장이랑 대충 가는 길인데요 난폭운전 차량 쫓고 있습니다 아니 첫날 출근도 안 하고 무슨 거기 어딘데요 난폭운전 쫓고 있대 에 어디 어디요 어휴 대단하십니다 정말 어우 안짜마자 나가네 아 그게 우리 첫 탁관이니까 잘 잘 다니마라 아